工业和信息发布组织北京、河北、江苏、深圳等地的工信主管部门和我们生产企业加大了质押式脉搏需要一的生产供应 日产量也从12月初的11.5万部提升到超过25万部 我们部将继续帮助企业扩大产能,加快满足市场的需求 企业的日产能已经有12月初的6000万人份,扩大到现在的1.1亿人份,增长了83% 12月1号以来累计生产14.9亿人份,供应市场16.7亿人份 应该说,抗原检测试剂,从生产的量来看,能够满足群众的需求